付美旅游和探亲的人呢 可以购买旅游保险 旅游保险呢 其实也是必须要买的 曾经我有一个客人 他的妈妈来美国探亲看他 没有买保险 一个社会福利局的人跟他说 如果 政府发现他没有买保险 如果他妈妈生病了的话 政府是会追究他的责任的 探亲和旅游的保险呢 可以在网站上买 或者是呢 联络您熟悉的 华人保险经纪来帮您购买 购买旅游和探亲保险 首先您需要先登录 www.issuebuy.com 在international medical这个位置 选拨visitor to USA 这个是针对来美国旅游和探亲的人的旅游保险 好我们点击进入 页面是这样的 您可以选择您需要的保额 最低从一万起一直到八百万 那我们先选拨一个普通的 然后呢选择您要访问的美国的州 比如说您要来加州 那就要选择加州 日期 举例说我们买一个月的 从今天一直到下个月的今天 如果是一个月的话 要到下个月的前一天 到期的前一天 这个算是一个月 年龄呢要根据所提供的选项的年龄段来选择 我们选择 这个年龄段 然后如果您的配偶也需要保险的话 那要选择配偶的年龄段 如果有孩子需要提供孩子的年龄 之后选择search compare 就会出来相对应的选项 我是比较推荐patroamerican这家公司的 因为如果你搜附近的医生 会找到很多的医生 是可以收这家公司的保险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两个 一个是patroamericanplus 一个是patroamerican 那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边红字有标注 如果您是购买plus的话 那70岁以下的人 如果在来美国旅游之前 之前有其他的疾病的话 比如说心脏病 那之前他在中国的时候 有心脏病 那来美国旅游的时候 复发了发作了 那plus这个保险是可以cover 这个心脏病的 那如果没有plus的话 就不会cover这一部分的费用 同时你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个deductible 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付额 自付额的选择 如果你选择自付额250块 那一个月的费用是120块钱 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自付额是零的话 那是150块钱 是说当你看医生的话 您是不需要自己承担250块钱 这个自付额的费用了 当然呢 每一次疾病保险公司会给你出5万块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理配额度 但是呢 前5000块钱的80%是全部由保险公司来出 是根据您看的是保险公司网内的医生呢 还是网外的医生 如果是网内的医生 保险公司可以承担90%的费用 探亲旅游保险 买购买的方式是很自由的 你可以按天买 可以按月买 可以按年买 这个看您自己的需求 但是最好是在入境美国之前先购买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